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會講回 Steam Deck 之前答應過大家對比一下 安裝 Windows 內置 SSD 安裝 和 SD 卡安裝的 Portable 版的速度 分別,或者我用下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對比一下 大家仍在考慮安裝 SSD 還是 SD 卡 就別錯過這集 我今天用 Windows 11 作比較 首先解答網友的問題 有一個網友在我的影片中說 Windows 11 根本用不到 在這裏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不清楚的朋友 這個已經是三四個月之前的事 Windows 11 什麼不支援 Steam Deck 什麼 Bluetooth 沒聲音 其實是沒有更新的 driver 我上次的影片已經講過 其實你更新的 driver 就沒有這些問題 當然,你喜歡用 Windows 10 還是 11 號 你自己選擇 因為大家都有大家支援的東西 又有些可能差一點的東西 所以自己喜歡 但是沒有問題的 兩個都有它的問題 或者用兩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自己選擇 但希望大家在講這些之前 自己檢查清楚一點 因為不要誤導大家 因為我都一直在用 Windows 11 Anyway, OK 還有上次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在 SSD 中分割 然後安裝 Windows 11 亦有網友問我如何安裝 SD 卡 其實非常簡單 我或者快快去去解答這個 解答那些網友先 只要我們下載 Windows 11 或者 10 你喜歡就 一定要用 Rufus 的 如果沒有這些 下載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那你開了 Rufus 之後 你插入你的 SD 卡 當然 譬如我這個64GB 它這裡顯示有 這個 ISO 照片 選擇這個位置 按一下 然後找回你下載的 Windows 11 或者 10 就是這個 接著 這裏 Image Option 這裡 平時有安裝在 SSD 裡面 就有 standard Windows 安裝 但是它下面有一個 Windows To Go 如果你是想安裝在 SD 卡上 就安裝 To Go 了 對了 按 Start 拆了 SD 卡 拆了 SD 卡 拆了 Steam Deck 後就可以了 之後那些步驟全部都是 自己安裝的 跟我上次分享的一樣 唯一是 最重要是這個 Image Option 這裡 有分別 還有建議大家一定要用 Rufus OK 就是這樣 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就會對比一下 SD 卡 用 Windows 11 以及 SSD 裡面用 Windows 11 測試一下速度 Low Game 速度 玩遊戲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什麼大分別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怎樣去選擇 用誰 OK 另外呢 我就是用這張 Samsung 的 V30 的 我之前說過 其實你用 V30 左右的 速度 這些 SD 卡 應該就已經可以了 再厲害一點 其實它都未必說 太大分別 對了 但如果你慢過 V30 這個速度 就不建議用了 OK 那現在試這個 好了 不如我們首先試一下 開機需要到的時間 先看看 大家都看到速度 相差都很遠 上面是 SSD 下面是 Micro SD 卡 再對比一下 就是開這個遊戲 開 Elton Ring 的時候 先試一下 看到了 都是快都幾多一下 但是那個分別 就沒有 Windows 開 Windows 的時候 那麼多 但是都快很多 對了 至於玩緊遊戲的時候 就不是太大分別 但是 例如過場畫面 那些要 loading time 的時候 SD 卡相對就較慢了 對了 但是真的玩緊的時候 就不是好覺的 好 我插我 PlayNight 的 Hard Drive 去測試一下 在外置 硬盤去玩遊戲有沒有分別 好幾乎 好幾乎 一樣 好幾乎 可以 基本上,剛才測試幾樣東西,大家看到的時間,SSD真的快很多 當然,你如果問我,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用SSD去安裝Windows是好很多 但有些朋友,如果真的沒有換到內置SSD,本身是多過4GB的 那沒辦法,就用這個SD卡,這個方法都可以 攪拌東西是慢了,開Windows是慢了 但幸好就是,你玩遊戲的時候,玩緊的時候,就不會太大影響 但可能那些過場畫面,等它收拾時間的時候,就真的長很多 這些就是不好的地方 而剛才,就算用外置的硬盤去玩遊戲,都會有少少影響 都會快一點,沒有辦法,始終真的快一點 還有,有好處的,如果你SSD可以安裝到的話,它可以分享SD卡的位置 譬如你放一些Windows遊戲進去,兩邊SteamOS和Windows都可以安裝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處 而你如果用了SD卡的話,就不能用這個位置 還有一件事想說的,有些朋友 當然大家,我自己說自己的感受 當然大家有些喜歡用Windows,有些喜歡用SteamOS 我用SteamDat用了,我是為了玩遊戲 很多時候,我如果要安裝Windows,我都是想工作多 因為我已經有一部Akizoi,長期工作的 所以這部,我長期是玩遊戲的 即是我玩的遊戲,SteamOS裡面有 所以我也會覺得SteamOS比較方便 因為始終Windows,你要做很多額外的設定 或者安裝Driver 對某些朋友來說,會比較麻煩 如果你真的什麼都不想做 只是在SteamOS裡面,買它的遊戲玩 其實Steam已經很方便了 不過,我也明白,有些朋友 對Linux很陌生 用慣了Windows 很多基本的東西都未必懂,未必習慣 所以,也有它的難處 但如果基本用,我覺得SteamOS可以 對,這個是我的感受 大家,有些什麼感受 有些什麼想跟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 告訴我 告訴大家 今集就先講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請大家不給一個Like 還沒按訂閱的,按訂閱 再按下鈴鐺,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示我會嫁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會員頻道 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